爹爹娘亲,阿宝想你们了 时光过得飞快,大年三十的这天晚上,北州的天空飘起了额毛大雪 真开心,又过年了 是啊,一转眼又到过年了,北州这边的气候果然是更寒冷些 跑一趟真不容易啊,我们这么一大拨人从京城来到北州,赶了整整一个月的路程啊 我们都等着急了,生怕大家赶不上一起吃团年饭呢 赶不上也没关系,只要人齐了,团年饭完几天吃也可以,大家都平平安安到达就好 对对对,平安就好 阿湘,你现在在北州过得怎么样? 嫂子,我早已经都适应好了,这边除了冷的时候多一些,其他都挺好的 姨姨,上次放假过来吃的糕点还有吗?太好吃了 给二鸭他们也尝尝啊 有的有的,不过阿宝你爹说了,等你们吃完饭再吃糕点,而且不能多吃,一人一块 哼,大过年的呢,爹爹还控制我们小孩的吃食,真是个酱驴爹爹 二鸭我跟你说,我姨姨做的糕点可好吃了 嗯,缝衣服也缝得好看,有蝴蝶,还不破开,娘亲缝的,算了,说不好啊 阿宝,你还不赶紧吃,烤羊腿都被二鸭他们给吃完了 是啊阿宝,你这就叫有吃的还堵不上嘴儿,你看大鸭二鸭都没空搭理你 你们慢点而吃,师傅还在烤呢,在北州这边别的没有,烤羊管够 我太喜欢吃烤全羊了吧,自从上次吃过以后,天天做梦都流口水呢 对对对,宫里的烤鸭啥也不是,我更喜欢吃这个牛肉锅子,香辣,给劲 我也喜欢吃,爹你明天去跟这个做锅子的师傅去学习学习吧 两个兔崽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给安排上了 这牛肉锅子,有些辣,你们几个少吃点,别大过年的又变辣长嘴了 咦,爹爹,你怎么不吃烤全羊啊 看你吃都已经饱了,不饿 阿宝突然眼冒金光的盯着那盘烤全羊,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 大宝,快,快帮我抢那个羊屁股 阿宝你要羊屁股干啥,上次你不是说最喜欢吃羊腿了吗 快,快拿过来,不然二鸭就给吃了 谁说要跟你抢羊屁股了 爹爹,羊屁屁帮你抢过来了,给,赶紧吃吧,可香了啊 完了,原来阿宝抢来是给干爹吃的 可,可为啥要拉上我一起吃竹笋炒肉啊,完了完了 爹爹,你怎么还不吃蛙,小哥哥说过的,烤羊要趁热吃,不然,不然就会有骚味,不好吃 你还知道的挺多啊 当然了,还有牛哥大汤也要趁热喝啊 阿宝,赶紧吃,吃完我们去打雪仗吧,可不能再让阿宝再说了,再说下去就真得挨鞋底了 是啊,等雪停了阿婷说,还有篝火活动呢 几个娃爹巴爹巴地说个没停,阿宝很快就忘了给爹爹吃羊屁股的事 你们几个小孩吃得这么开心,是不是忘了啥呀 奶奶,忘了啥吧 阿宝,压岁钱,压岁钱啊 来,这是爷爷奶奶的,一个人一个 谢谢爷爷 老妖王开了这个头,其他的大人们也跟着发起了压岁钱 每个小孩都赚了很多鸿锋,当然也包括赵轩和姜婷 爹爹,你怎么不给压岁钱吗 你娘不是给你了吗,我们俩算一起的 娘亲给的是娘亲的,又不是爹爹给的 爹爹你不能这样混起来算的,算术要一个一个的来算 这会儿跟你爹说起算术了,今晚收了那么多鸿锋,你数得过来吗 哼,我现在算术可厉害了吧,从一数到五百都没问题 夫子说了,用不了两年我就可以从小学堂毕业了 到时候我还要来接哥哥回家呢 阿宝现在厉害啊,明天哥考考你古诗词 哥哥,不说这个先,爹爹还没给我压岁钱呢 行,给你压岁钱可以,不过,这羊屁股 爹爹你留着吃吧,实在不行你,你给大黄吃也行啊 北周的大雪,仿佛被阿宝那悠扬的歌声所触动 近似有了灵性一般,越下越猛烈,纷纷扬扬,最后缓缓融入大地 爹爹娘亲,阿宝想你们了